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10月23日晚上10点钟左右 在陕西省汉中市阳县县城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对青年男女骑着一辆电动车 将路边的一位行人唐念玲撞到在地 唐念玲当场昏迷步行 随后被紧急送往阳县人民医院 23号出的事 然后出事后的第三遣 也就是25号 这个伤者已经救治无效死了 死了以后 然后我们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立马将向义英的立案刑事拘留了 送到汉台看守所了 经当地交管部门调查认定 事故的责任人为骑电动车的女孩向义英 随后向义英因犯交通肇事罪 被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2014年10月份 在向义英刑满释放两个月之后 这个17岁的姑娘开始四处喊人 审认自己是替人顶罪 当初受他们的教唆 然后我才去听他们顶了罪 不然怎么说 反正自己有错 自己也有错 当时不应该听他们的 如果说不应该听不听他们 现在这些事情就没有了 向义英的说法 使这起交通事故 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潮东 今天的这起交通肇事案 首先是一起普通的案子 因为事实非常的清楚 当事人双方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他又是一起不普通的交通肇事案 当事人向义英 刑满释放十个月之后 突然决定翻供 而且他一直在口口声声的说 他们在教唆我 那么他指着他们到底是谁呢 我们接着看 回来我当场看到他 他这个头发全部都白了 我都问他 我说你头发怎么成这样子 他说他在里面激大 我说为什么你当初要听人家的话呀 他说他人小不懂事 你给我看看他这个头发 你看那头发全部是鸡背完了的 最后我才把他引起 我说你这么白的头发 这么小的年龄怎么出去 我在里面 理发店里面就给他上了点 塞了一下 还是不行 在阳县小西关街 一间出租房的院子里 我们见到了向义英和他的母亲 吴翠萍 这位一脸愁容的妈妈 一边给17岁的女儿梳着头 一边埋怨生活的不公平 这都是叶庆娃他们一家人害的 把我女儿害成这样子 吴翠萍口中的叶庆娃是谁 17岁的向义英又因为什么 生出满头百发呢 所有的这一切 还都要从2013年11月23日 晚上的那起交通事故说起 走到快到事发地点的时候 叶红莉他就说 一个一只手玩手机 然后一只手扶着车吧 并且头也低着 过了一会儿 然后头一抬 我看见 我说前面有人 然后他就一下慌张了 然后就说 转把车头拐了一下 然后拐过去 居然把人插倒了 然后就当时之后 我们连人带车也都摔倒了 据向义英描述 事发当晚 是他的男朋友叶红莉 骑着电动车在着他 行驶在阳县县城里 叶红莉当时一边骑车 一边拍摄着手机 说不大意的行为 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给120打了急救药 那个救护车 但救护车一直没去 然后他父亲过去了 过去之后是从路上 拦截了一两次 当时巡逻的警车 然后就把人送到医院去 被撞行人是50多岁的 阳县居民唐念玲 因头部受伤严重 送往医院后 一直昏迷不幸 闻讯赶来的 唐念玲的家属随即报了警 一车弹下去以后 华人都不会说话 其实当天 就在那个时候 就死了的 大佬死了的 您爱人是本来有什么疾病吗 没有 没有问题 也没有病 当初事件都是捡了的 当晚 阳县交通警察大队的民警 刘虹军接警后 也赶到了医院 并对交通事故进行了初步调查 去的时候 在医院急诊大清里面 我问当时是 是谁报的警 那个一个中年男子 就说 是我报的警 我叫李金辉 然后我就问他 当时是谁骑的车 他当时身边站了一个小伙子 还有一个年轻女孩 他说 车子就是他们骑的 然后我过去问那个 问那两个男孩和女孩 我说 刚才是咋回事 是明明谁骑的车 那个男孩子说 我叫叶红利 还有个名字叫叶涛 就是说 当时骑车是我骑的 我骑的是他的建栋车 他折那个女的 因为伤者唐念玲 尚在抢救 交通事故的案情 也并不复杂 为了让叶红利 能够筹钱给伤者治疗 当晚 办案民警刘红军 只扣留了肇事车辆 那个伤者的家属 对这个骑车的 这个小伙子也是寸步不离 当时为了照顾 那个抢救伤者 我就跟那小伙子说 你晚上抓紧 给这个配合人家伤者家属 筹钱做各种检查 不要把人失误了 然后呢 等医院安定好了以后 尽快到我们交警队来 接受我们的调查 然而当第二天 叶红利和向义英 来到阳县交警大队 配合调查的时候 案情居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来了之后 我当时坐在我们办公室 我就问他 我说昨天晚上检查 那个人咋样 那个就是叶红利 说好像人很严重 一顺说可能有生命危险 但是昨天晚上 不是我骑的车 我当时就愣了一下 我说昨天晚上 你说是你骑的 现在咋不是你骑的车了 他说昨天晚上 那个当时还在救伤者 这个因为向义英 是和他谈朋友的 向义英年龄比较小 当时才16岁 他当时向义英的家属 全部又在外骑打工了 就他一个人在家 他胆子小 他出事 他觉得自己就是 有意义 我好像骑他承担一下 想紧过去 结果他发现 经过一晚上的抢救 医生说 这个人有生命危险 他不敢抢 不敢再紧了 这个时候我问向义英 向义英人说 是的 当时是我骑的车 案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这让办案民警刘孔军 不敢怠慢 我当时是 第一个感觉是吃惊 第二个我心里有怀疑 怎么一晚上就会变 所以我赶紧就把他们分开 做了笔录 首先我就是想问 那个向义英 我说当前晚上 骑车那个 道具是从哪出发的 走了哪些地方 这些都问到了 然后呢 他说的很详细 从那个什么地方出发 经过了那些路口 走到那儿是咋出的事 然后这些都问了 问了之后 这个 那个叶红利也是这么说的 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2013年10月25日 伤者唐念玲 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向义英随即被刑事拘留 然后送到看守所以后 我们在第一次 按规径 24小时以内 必须对现役人 必须进行欺审 在欺审的时候 向义英还说是自己骑的车 这个时候 我基本上都 都快完全相信了 由于是刑事案件 为了慎重起见 刘孔军和同事们 按照向义英所描述的 刑事路线 调看了事发当晚的监控路线 没有想到 在监控里 又有了新的发现 发现那个监控中 能看到的 那个符合他们两个人 一直有特征 和那个 监动车的颜色 特征的 一直是个男的骑着 后面带了个女的 那医者特征和他们 当时在医院 当前晚上 见的医者特征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当时就很吃惊 我觉得这里面 很可能有问题了 为了弄清楚疑点 刘洪军再次来到 叶红利家 但是这一次 他却没有见到叶红利 据他的母亲说 说是 他的儿子 前两天就 为 舰动车撞了人这事 和他们吵了一架 然后 现在离家出走了 没有下落了 他们也联系不到 然后我当时 我就慢慢的问他 我说 那你儿子回来以后 这个事情的细节 有没有跟你讲过 他的母亲当时自己说 他跟我说过 他说 当时他们从那个 阳县 那个叫实验学校附近 从那出发的 当时骑车 是叶红利骑的车 后来骑到那个 过了阳县中学 有一个叫 浩月云青的地方 在那附近 叶红利当时穿的比较单薄 当时十月期 天气已经很冷了 就把那个车子换了 让向以英骑着 向以英骑了 几步就出事了 因为案发现场 并没有监控 叶红利和向以英 在中途 是否换人骑车 难以判断 为了核实案情疑点 刘红军 再次来到看守所 对向以英 进行了询问 因为我考虑到 向以英 是不是有可能 是警罪的 我给他做工作 我说第一个 你现在你家里人 都在外计 你年龄小 你要是交通事故罪 要是成立的话 交通肇事罪成立的话 你到时候不但要判刑 很可能还要面临 巨额的民事赔偿 所以你这个事情 一定要慎重 我当时给他做了思想工作 希望他能说真话 但是他还谈得很细 还是说他气的 然后我就问那个细节 那你们从哪出发 经过哪些技法 这时候他说的气 从那一开始就是叶弘历起的 起到那个阳县中学附近 当时千亿街黑了 他也记不清是哪个技法 反正就在阳县中学附近 叶弘历从他冷得很 让他起着呢 然后这个两个人 比如又成一样 事故发生在晚间的十点钟左右 周围的店铺 早早的都关门了 警方在对案件进行走访调查时 并没有找到什么有利的证据 而当晚同辞者唐彦玲 一同走路回家的朋友丁香兰 也并没有看清楚 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说你快要到你的研究间了 你快到家了 他说哪前都先走呀 他说那你前都走 这我都先走 他们走到两步 我却装到他的身上了 当时您看见是谁起的车了吗 是男孩子起的车 还是女孩子 我没有看清楚 经过多方调查 阳县交警大队最终出具了 第一份交通事故认定书 当时年仅16岁的女孩 向以英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她的男朋友叶红利和死者唐彦玲 在事故中无责任 依据这份交通事故认定书 经阳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阳县人民法院判决 向以英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赔偿死者家属各项费用 共计44万1645.02元 好 热线12继续直播 两位嘉宾 杨延超律师张春卫 本栏目的特约评论员 欢迎二位 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 本栏目的讨论当中 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 实际上今天这个案子 可以用山路十八弯来形容 这里边拐弯抹角的事太多了 第一次转折就出现在交警的面前 刚一开始见到这一对恋人的时候 男士说没问题 这事我承认 是我撞的 没想到第二天 就变成了他女朋友开车给撞的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折 春卫你给推断一下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转折 就是被撞伤的那个女士 她最后是出现了生命危险 因为事实上的话 我们看到他们没有 就是他们第一时间 是把伤者送到了医院 但是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 所有人意识到问题严重 那这个时候呢 她就想到的是自己如何推卸责任 她会觉得 16岁的小女孩 然后会不会呢 就是大家会觉得判的弱一点 然后呢 其次呢 然后她会把自己的这个压力呢 来转接一下 最重要一点 我们当时看到的话 小姑娘 亲人都不在身边 这个时候别人说什么也就是什么 但不管怎样来说的话呢 我想经过了一夜 我们面对到的真相 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严峻 经过了一夜 每个人想到的解脱的方法又不一样 对 我们可以隐约的感觉到 当时的这警方啊 实际上她一直心里边不是特别踏实 老是怀疑啊 这个小女孩在替别人顶包 是吧 那到底是不是替别人顶罪呢 我们一会儿再抛开这个谜团 这儿还有一个啊 就说当地警方的工作 我觉得不可谓不详细 不可谓不认真 一说出现了一个中途换车的事 好我们调录像吧 结果一调录像 所有的录像都显示 当时是夜红利 也就是这个男士在骑车 可人说了 我们到了另外一个没有录像的地方 因为夜红利也穿的少 所以呢 我临时换车了 没没想到一换就出了事了 对 那警方当时真的只能这么推断了吗 对 警方遇到了这个山路十八弯的问题 而让他很困惑的就是这个山路十八弯当中 造势的时候还没有摄像头作为证据 对 所以这件事情比较棘手 对 但是呢 相关的证据 我们还得求证 到底谁才是交通造势的造势者 这个案件确实有很多疑云呢 我们要解决这些疑云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警方客观的讲 他们已经非常勤勉努力了 但是我以为啊 还是有一些工作可以继续推进的 比如说可以做一下实地的勘察 两个人说中间骑到路上的时候换了车 那么可以分别带两个人到实地走访一下 你们说是在什么地方换的车 如果说两 这是一个假的 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冲突 说法上的冲突 那么除此之外啊 在整个过程当中啊 这个替人顶罪还有很多疑点 我觉得都值得考察和解决 比如说替人顶罪 如果一个真正的犯罪者 他在接受警察询问的时候 一般人的表现他往往会把自己说得很干净 尽可能的说自己没有犯罪 但是你关注 凡是替人顶罪的时候 在侦查询问的时候 他总是会把很多事情往自己身上栽 实际上这些疑点 我认为在刑事侦查的过程当中 都有必要一个又一个的给合理的解释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案件最终做出公正的判决 对 到底这事实的真相如何呢 我们一会儿即将揭晓 但是现在我们最少可以相信啊 这对男女之间的恋情当时是非常的纯真 女方非常的爱这个男方 我们说这个案件是山路十八弯 马上又要转弯了 而且这个弯呢转得非常的大 充满了各种各样人性的挣扎 2014年10月份 在项乙英刑满释放后的两个多月 远在浙江打工的吴翠平 突然接到阳县救助站的电话 称她的女儿项乙英挑和自杀 被人救起后被送到了救助站 听到这个消息 吴翠平急忙从浙江赶回了陕西阳县 我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 她说是她现在没法面对我们了 她这个事情 她不是听到这个业家交锁她 这个车不是她骑的 是娘业家骑的 怎么怎么 她说她没办法说出这个话 她只能说是好像一次了之啊 这是吴翠平在事故发生一年后 第一次从女儿嘴里听到 那起交通事故并不是女儿造成的 这让她又生气又感到震惊 哎呀我当场听到 我都直接是没办法了 我也都气死掉了 气死掉又怎么办呀 我说是最后我都跟她讲 我说我都鼓励她嘛 她也最后 特别生气 特别生气 生气我也没感觉她跟你生气嘛 我只能鼓励她嘛 我说你不害怕 只要说是 她不是你骑的 那么就说是 咱们我回来 那后捡破了 不管搞什么 我说我都要把这个案子给你翻过来的 她说妈你没有钱翻不过来 我说没问题 你放心 我说我绝对要翻过来的 此时距离当初的交通事故 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了 一年前 向怡英一口咬定 是自己骑车撞人 而在刑满释放两个月后 她竟然又改变了说法 她只是替人顶嘴 而这一切还要从事发当晚 他们回家后说起 回到他们家了 然后回家之后 叶红利的父亲就在那边跟我讲 说是叶红利之前因为抢劫罪 然后判了缓刑 非常之近 我并且我也很纳闷 我心里在想 她怎么会是抢劫罪 她抢劫什么了 对于男友叶红利 正处于缓刑期的这个秘密 像倪英之前并不知道 后来据她了解到 男友叶红利此前 活动他人 抢劫一辆出租车 因抢劫罪 被判了刑 此时正处于缓刑期 而此时出了交通事故 无疑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因此叶红利的父亲 叶情娃 开始为自己的儿子 想出路 然后她父亲当中就跟我讲 说你看她现在也是 节外执行 并且如果说 再有事要进去 然后也就说 也要时间长 然后他们一家人 也就散了 然后让我帮帮她 并且说你看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 然后你父母 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也不是很好 毕竟你那个父亲 还是你继父 又不是说你亲生父亲 因为以后那个 不是你继父修的那个房子 还没你的房 然后你就帮一下我们 然后到时候 我们也会给你 就是说对你好 然后并且也 说你出来之后 我们也会把钱 到时候我们也会把钱 就赔偿金给人家掏了 当时向雨莺和叶红利 才交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而这个姑娘 竟然同意了 帮助叶红利顶罪 主要原因就是说 想让他们一家 还是好好的 然后就是说不会散开 我当时是从他们家的那个观点 然后去考虑的这个事情 然后当时也没有 为自己想多想一点什么 但是为什么会从他们家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人家 因为我之前做事情一直都说是 站在别人的观点 去考虑别人的心理想法嘛 也就是说当时没有站在自己的角度去为自己想 你当时是不是认为你跟叶家其实是一个家庭 对 向雨莲 向雨莲是杨线杨湾村人 两岁是父母离异 根据离婚协议 她的姐姐有亲生父亲抚养 而她则有母亲吴翠萍抚养 母亲吴翠萍因为生计常年在外地打工 并没有多少时间照看女儿 从小到大 向雨莲在母亲那里 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关爱 我不出去也不行 我不挣钱也不行 所以我们两个俩与俩的沟通很少 关系也都不好 就像这种 你们俩不在一起 再爱你几年 哎呀 反正都从一两三岁吧 我一直都在外面打工 她上学的时候 都像上五年级 我都是把她 在学校住的一个月 给人家交多钱吗 就是想为什么 父亲和母亲好好的 为什么要离婚 然后叫她自己 特别那个啥 就是说改天那段时间 是在叛逆期嘛 当时对父母是一种什么情绪 当时挺抱怨的 后来向雨莲通过网络 结识了叶红利 两个人渐渐从网络聊天 发展到现实中的恋人关系 在和叶红利 及其家人的交往中 向雨莲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她父母对我挺好的嘛 然后就说对我像女儿一样 然后并且 还就说我每天去上班下班 然后他们都会去接我 送我之类的 谁接你谁送我 有时候是叶红利 有时候是叶红利她父亲 有时候叶红利她母亲 他们家人对你特别好 对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为了让男友远离麻烦 向雨莲在叶家人的劝说下 答应帮助叶红利顶罪 想到一个是钱到时候自己不用他 并且反正到时候跟他关系也会把持 在2013年10月24日 事故刚刚发生时 远在浙江打工的吴翠萍 也接到了女儿向雨莲打来的电话 她打电话 她说 妈 我骑车 把人挂倒了 我说挂倒怎么样 她说 人现在在医院 昏迷不行 我说 是骑了什么车 她说 电动车 我说不可能 我说 你一个人吗 还是几个人 她说 两个人 我说两个人车不是你去的 她说 反正钱也不叫你出 你不要那么话多 电话都挂掉了 当时吴翠萍本能地觉得 这其中有问题 她说 我是两个人 我说还是谁 她都说 这男孩子 那肯定是男孩子去的车 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 钱也不叫 不叫我们套到你 这句话里头也有问题 你一个女孩子 你拿了一些挣钱 给你还这个钱 那不是一条人命 不是说是几千块钱 上万块钱 那一出来都是几十万块钱 你不叫我们套 那谁套 那肯定里头都有问题 我当场都是这句话 回答她 为了女儿的事 当年她也曾经专门 赶回阳县 了解情况 但当时女儿 并没有向她说出实情 后来 向乙英被关进看守所 她就更没有办法了 三天我都出去打工去了 到浙江了 你为什么走 师傅你也没有闹清楚 你怎么知道 我不走 没办法 我不走 我见不到人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又不是 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办 我一个人 你说我有什么办法 2014年8月份 江乙英 浮满了十个月的刑期 然而出来之后 她发现 生活和以前 变得不一样 男友叶红利 对她也变得冷漠起来 因为出来之后 我心情也很压抑 然后她 叶红利就说 一天没事给我找事 跟我吵架 让她说了 说好几回 然后我不理她 她就说 她又没事给我找事 然后之后有一天 在那边 就是说 我干什么 她就觉得不顺眼 我在那坐着 坐着 她也感觉我不顺眼 除了和叶红利的感情 发生了巨大裂痕 在对死者家属的 赔偿问题上 叶家也没有任何的动作 当初法院判决 向雨英赔偿死者家属 各项费用 总计高达44万多元 为此 向雨英继父的一处房产 至今都被法院动静 你让现在就是说 那个执行厅呢 已经过去 在我继父家的门上 扁了那个财产冻结 然后说 所以说我才问他们要钱 之后她父亲 还在那边想出主意 说你看看 你跟你继父 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并且她那个房子 以后也没有你的房 然后卖了就卖了 反正替这个事也迟了 我当时就说 这不行 因为这毕竟是我继父的房 再怎么说 我继父他们一家人 对我也挺好的 我不可能这样 去害人家 虽然向雨英 蒙受打击的是 有一天 叶弘历居然带着新的女朋友 出现在她的面前 把那个女孩子带回家 头一天 我没说什么 然后最后带回来的第二次 然后我就发现 他们两人中指 上带了一个戒指 因为中指都是第一分戒指 然后我看见 我没说什么 然后她就说 你看见吧 这是我新早的女朋友 并且你看我们也就打算结婚了 也快结婚了 你是不是应该也就是说 识相一点 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应该 也就是说你应该可以走了 她的意思是感觉好像你赖在他们家 对 那你感觉你是在赖在他们家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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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毕竟这事情不是我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这样说的话 你毕竟想把我甩了 并且还想 我要给你们掏钱 你这有点过分了 向雨英说 最终让她决定要讲出真相的 是叶弘历和她吵架时说的一句话 她跟我讲说 就算我现在给你去请一个律师 让你去翻 你也翻不了这个案子 在一连串的打击下 向雨英一度觉得活着没有意思 于是她选择了跳河四季 幸亏被好心人救起 这才将真相彻底告诉了母亲吴翠萍 母女俩决定 无论如何 也要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向雨英也开始将事情的经过 写成书面材料 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 她刑办事以后 时间不长 她就来法院 发言她这个事情 她就起别人净罪了 法院对此事十分重视 虚实与公安机关 检查机关 取得联系 并且实验 就是最常公安机关 对此事进行联案侦查 目前阳县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 对向雨英交通肇事案重新展开了调查 根据最新调查结果 叶红利及其父母因涉嫌包庇罪 已被刑事拘留 而阳县交通警察大队 也给向雨英出具了第二份交通事故认定书 向雨英在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任何责任 虽说交警部门已经认定 不是向雨英骑车的 但顶罪事件带来的麻烦 却远远没有结束 向雨英也因为涉嫌包庇罪 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 现在给我女儿定了个暴庇罪 我现在心里有点想不通 为什么想不通的原因都说是 她人小不懂事 我不认可我暴庇罪是因为 相反的我认为他们有教唆罪 因为如果当初他们不教唆 我去替夜红利顶罪 那么我就不会涉嫌暴庇罪 暴庇罪他们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而这件交通事故案 给当时各方带来的困扰 可能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散去 刚才我说了这个案件当中 充满了各种各样人性的挣扎 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 春卫你觉得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对于16岁的向雨英而言 他当时只意识到了 面临他的是10个月的刑期 他觉得以他对于他男友的爱 他可以承担 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 后面还有一个45万的一个巨债 在那等着他 但是到最后呢 你就会发现 他所以为的爱情 和他所以为的狭义 他能够承担 因为从小他就在承担 他母亲两岁就开始离开他 他就开始自己在独立的承担生活了 所以说他觉得呢 面对这段感情 他也敢于去承担 但是当他最后出来的时候 他会发现 当南方的父亲要求说 用他继父的房子去抵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事不能承担 这是他理解的一个基本的人情事故 然后其次的话呢 当他面对感情也要破裂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会觉得 不仅是45万不能承担 当顶罪变成被顶爱的时候 更不能够承担 所以到最后小姑娘录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录的时候 他已经支付了10个月的刑期 以及重新面对人性真实的这样一个成本 对 我们应该好好分析一下 这个小项 项宜英 非常有这个侠竿 这个一股的这样的一个女性 你说这个项宜英 他当时想的非常的天真 我只要替我男朋友把这些事都承认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他的事实的过日子 你说他的这样的行为 是否涉嫌了包庇罪 因为最新的消息当地的法院说 项宜英是无罪的 你有自己的看法是吧 杨律师 项宜英他这种大意凛然 为二人付出的这种精神 有点可敬之处 但是如果说从法律的角度 我认为他还是涉嫌包庇犯罪的 毕竟是说他为了包庇男友 本来男友构成犯罪 他包庇他 最后替他人顶罪 当然法院在最终没有认定他犯罪 我以为他可能是考虑了很多因素的 比如说五国刑法局规定 像项宜英他构成犯罪 但是由于情节显著轻微的 可以最终认定不构成犯罪 或者不予处罚 这个过程当中 而且项宜英他毕竟最后还是向公安部门 如实陈述了这个情况 包括他最开始替人顶罪 年龄也只有16周岁 那么即便是处罚的话 也要考虑减轻处罚的情节 另外还有一点刚才春卫谈的特别好 整个过程当中他替人顶罪 不是像社会上很多人顶罪 是为了要钱 为了要利益 他是要爱 对他是要爱 是要爱 这种思想这种想法这种行为 我认为法官最终在横平的时候 都是要予以考量的 毕竟他顶罪的行为 社会危害性很小 但最终也水落石出了 是这个女孩非常的单纯 她就是为了要爱 但最后她得到爱了吗 除了母亲的爱 其他的都没有得到 尤其是他深爱的叶弘历 人家居然对他说 你应该识相点 你看这是我的新的女朋友 我马上要跟她完婚了 那等待叶弘历的将会是什么呢 会不会加重处罚 叶弘历的行为的确不太仗义 但是作为法律 作为律师 我觉得他不仗义于本案来说 还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有一点 他将面临的是法律上的刑事处罚 首先他是交通造势的造势者 首先构成这个犯罪 与此同时 他还教唆他的女友帮他顶罪 这件事还会让他触犯另外一个犯罪 那就是教唆别人包庇自己 构成包庇罪 所以他的男朋友 这位男士可能会面临数罪并罚 两个罪 数罪并罚 而且他还有前科 前面那个案子还没有了干净 他还跟其他的人一块想要出租司机 是一个怕他缓刑 如果在缓刑期内 他又构成了新的犯罪的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 这个缓刑可能就不再实用了 而且要和前面那个罪 再加上后面两个罪 三个罪 恕罪并罚 共同执行刑法 对 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角色 就是叶红利的父亲 像一英说了 如果判我包庇罪的话 那他们至少是应该叫教唆罪 有这样的一个罪吗 刑法上没有教唆罪独立的罪名 但是有教唆犯罪这种说法 啥意思啊 就是说如果你教唆别人杀人 教唆者可能会构成杀人罪 如果你教唆他人抢劫 教唆者可能会构成抢劫罪 因此这里面所谓的教唆者 实质上是构成了包庇罪 因为你是教唆他人包庇嘛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认定包庇罪 我认为从刑法的构成要件来说 更加妥当一点 更符合刑法关于包庇罪的规定 对 还要十秒钟出来总结一下项医英 我觉得项医英呢还是要的 兄弟突患尿毒症 母亲要绝肾 我两个都拿出来 一个人一个去 绝望重生 生存机会面前 兄弟二人又该如何抉择 那这些以后我妈就可以 哥哥让身的一举能否让弟弟重获新生 抉择 热线时尔 明日播出